刚刚刚刚是有一位朋友过来就是问这个看直播的这个链接 然后我看了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大概照照例 然后将会在这个8点05分 然后我们给这些比较忙 然后晚进来的朋友啊 然后给多等给多5分钟的等待时间吧 那到时呢就是8点5分的时候 那我这边呢会正式开始我今天晚上的内容 那实际上啊就是最近吧 对吧 然后因为这个应该是两周前还是三周前啊 整个这个全球的股市因为这个疫苗的消息吧 然后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资金 然后再做一个调整 那做这个调整呢 主要是向前期对吧 向前期备受资金追捧的这个科技股 包括这个医药股 对吧 然后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那像之前呢 因为这个疫情惨遭抛售的这个旅游股 跟这个能源股是反弹比较猛烈的 那尤其是这个能源股最近呢 是比较比较吸人眼球的吧 因为旅游板块的话呢 是走在这个能源板块的前边 那像这个能源板块的话呢 那很简单 对吧 能源我们去看回能源的话 一个呢就是这个跟石油相关的这些公司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天然气相关的这个公司 那实际上啊实际上关于这两个 这两个能源之外 实际上还有别的能源来了 大家呢不妨可以动一下自己的脑袋 对吧 或者是用一下自己发散的思维 然后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认为啊 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能源板块啊 因为已经趴在地上是有一段时间了 我认为接下来一到三年对吧 或者三年到五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如果大家可以在能源板块找对合适的目标的话 对吧 是有可能走五倍也好 或者走十倍也好 将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惊喜的 那我所谓的这个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这个这个能源板块啊 可能啊 大家是没有那么的熟悉啊 但是呢 大家如果去想一下 大家应该是可以考虑到的 那这个板块呢 因为之前呢 因为一些事情吧 然后遭遇到了比较多的这个资金的冷遇 那但是呢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了 它是有可能机会引来爆发的 那但是这个时间呢 我是不确定 对吧 是会用一年的时间还是三年的时间 那如果说 我就假设 我就假设 如果说这一个板块 真的是可以实现一个十倍的一个增长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等五年时间 哪怕是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 如果这个股价可以翻十倍 我们的这个收益啊 仍然是非常可观的 嗯 嗯 大家大家就是趁这个在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一下自己的这个啊听筒也好对吧 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链接也好 看看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或者能不能看到这个PPT 如果说不可以的话 大家呢就是可以退出一下 再进入 那因为啊 因为我刚刚就是已经测试过 是没有问题的 啊 我的一个同事 对吧 然后已经告诉我了 那这边的这个设置 但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家看不到PPT 或者听不到声音的话 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退出 然后再重新进入一下 就是为了等一下 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工作也好 因为生活也好 而耽搁的这些朋友们 所以呢 我会照例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零五分 准时开始我今天晚上的网课的内容 啊 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稍等片刻啊 嗯 嗯 那实际上现在咱们这边呢 就是呃 应该应该据我所知的话 是最少会有两个通道 那一个呢 是GoToWebinar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微信的直播 那实际上微信的这个链接 这个直播呢 呃 它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微信的关系吧 所以有时候看屏幕的时候啊 那我PPT的时候看的并没有那么的清楚 在这个GoToWebinar这边呢 相对来说啊 是会要稍微清晰一点 那当然了 我这边呢 我这边就是做网课 那对于一直关注我的朋友们 应该也知道 我个人呢 就是呃 应该情况下 不会在这个网课当中啊 会放那种非常细微的那种 就是需要细看的那种图表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就是说呃 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习惯 或者比较喜欢的方式 对吧 那如果说让大家对网课当中的内容 然后呢 有就是呃 不确定的地方 大家呢 可以联系我 或者联系我们团队当中 任何的这个客户经理也好 或者我们的小助手也好 那到时呢 我可以把这个PPT 对吧 单独的PPT 我可以发给您 嗯 请不吝点赞一下 于呃 无论 好的那今天呢现在是8点05分 我呢正式开始我今天晚上网课的内容啊 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 然后大家呢再次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Ellen的这个 GoMarketsEllen的这个网课 那我呢是GoMarketsEllen 那非常高兴啊今天晚上由我来为大家带来 今天晚上网课的内容 那我现在呢就是往下走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页呢 照例啊照例是这个风险提示 今天晚上所有我的这些针对具体产品的一个 一个个人的观点对吧 或者我自己的一个分析 那仅属于这个一般性的建议啊 大家在选择买路或者卖出或者是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 需要根据自己的呃具体情况来做具体的分析 好吧那我这边呢就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 那我继续往下走 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给我们呃刚刚接触我们或者刚刚认识我们 或者是还没有呃成为我们客户的朋友们的 那大家呢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安全嘛 那实际上咱们澳大利亚的这个金融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那所以说呢咱们公司所有的客户的资金 您的您的资金呢将会存在我们GoMarkets开在银行的这样子一个隔离啊隔离信托账户当中 公司呢是没有权利使用大家的资金来做一些日常呃日常公司运作的这样子的一个用途的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资金呢是绝对安全的 那另外就是呢GoMarkets这边是作为一个九几年就成立的公司 对吧那这么多年下来应该也算是一个二十几年的老店了 所以呢资金安全方面的大家并不需要做一个太多的一个担心 那我这边的继续往下 那实际上今天晚上的内容呢主要呢就是还是分三块呃三个板块吧 那三个板块呢内容呢将会是这个美股 A股还有这个澳股好吧那这三个板块呢 我这三个内容吧这三个市场我呢会带大家过一下啊 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一个分析一个观点涉及到啊具体股票的一个一个推荐 那仍然是有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黄金呢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再一次呢是踩下来一脚 那所以呢在这个开头的时候我是加了一点关于黄金的一个个人观点 因为本来是怎么因为本来是这周啊这周因为是作为十一月的最后一周嘛 呃星期二是网课星期四呢是会跟一个合作方会再举行一个一个一个讲座这样子的 那仍然是由我来讲那但是呢因为因为就是有两个网课嘛 对吧所以呢我本来是想今天呢是节约能量的尽量少说啊 那但是呢因为黄金昨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嘛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啊呃是讲话不少的 但是呢今天网课啊大家可以感觉到我没有激情私舍啊 那我这边的话呢是尽量去收着 因为现在这个这个这个体力也好或者这个精力也好了 呃是暂时啊不足以去完成两场 一周两场这个激情私舍的这个讲呃演讲 好吧那我们呢就继续往下 那今天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第一个表对吧 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啊 因为很多啊很多大家呢就是看到黄金又回来之后 大家的脑海当中或者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会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之前呢我露面的时候 每一次回回彩之后 那我露面的时候呢我都有来去去重述这样问题的 如果说大家怀疑黄金的基本面有变的话 那大家呢可以问一下自己 对于黄金是有两点的 那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要问一下自己 如果说疫情结束了之后 大家会认为世界的央行会结束他们的量化宽松吧 那这个问题是第一个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啊 那大家会认为这些联储在疫情之后 结束量化宽松 就是不再印钱了 对吧 那不再印钱是第一步嘛 之后加息对吧 或者选择加息或者选择这个缩表 这是第二步 那大家不需要去考虑第二步 这些央行们会不会选择不再放水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大家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疫情结束之后 中国跟美国世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会有所缓和呢 或者是说大家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拜登上台 是不是美国就会将中国不再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那这两个问题啊 如果让我艾伦来回答的话 我会答案呢 答案都是不会 那第一个呢 是我认为疫情之后 世界的这些各种央行啊 仍然会继续印钱 对吧 这是第一个答案 那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中国跟美国的问题啊 已经是实质性的问题了 不再是 对吧 大家遮遮掩掩 或者大家穿着西服 戴着领带 对吧 或者是大家所谓的之前讲的蜜月期嘛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是赤裸裸的就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好吧 那这两个问题如果都在 所以在我艾伦哥伦看来呀 他的一个黄金的基里面是没有变的 那大家呢 看到第一个图呢 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对吧 那这个呢 看到了一个猛增 对吧 那实际上是从2019年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个一个 再一次再一次的这个 我们讲扩表嘛 对吧 因为之前他是缩表 他是讲加息嘛 但是2019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因为鲍威尔 对吧 美联储的主席 鲍威尔 然后再连续四次加息之后 对吧 棱兰市 棱兰市 然后讲说我棱兰要加息 当时呢 市场美国的股市 对吧 立马死给了 这位主席看 也就是说当时美国是出现了一个20% 30% 这样子一个调整 那之后呢 对吧 鲍威尔 然后立马站出来再一次澄清 对吧 讲说实际不成熟 加息的实际不成熟也好 或者怎么样 对吧 然后就是放弃了 那之后呢 再有就是因为借着各种旅游啊 那有采取一个减息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们看到资产负债表是在往上走的 那尤其是到了2020年的3月 对吧 因为疫情 美联储无限开火 对吧 直接将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是打到了这个 7兆亿吧 应该是7兆亿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对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美联储的负债表是这个样子了 你可以把流动性放出来 但是你想收回 在我认为啊 是不会收回的 是很难去被收回的 那看完了美联储之后呢 大家来看这个欧洲央行 对吧 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仍然是非常夸张的 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 对吧 然后就一直是在往上扩的 一直在往上扩 2012年欧洲央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 是见顶了之后 对吧 出现了短暂的一个回落 那当时间是来到2014年的时候 对吧 那我清楚的记得 那我之前呢 也有讲过 2014年这个Jackson Hall 这个会议上 时论欧洲央行行长的 德拉吉 对吧 然后是扔掉了 早已逆好的 这个演讲稿 直接在所有的 这个世界主要央行的 这个会议上 对吧 然后宣布欧洲央行啊 将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然后将会去 所谓的采取啊 所谓的拯救经济的措施 那所谓拯救经济啊 不外乎继续印钱嘛 所以我们看到 欧洲央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是从2014年直接对吧 然后拉满啊 直接也是一直在往上走 那当时间来到2020年3月的时候 仍然是出现这个情况 也是出现了一个 无限开火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在我个人看来啊 因为实际上 全球的这个央行啊 对吧 然后我们讲说 现在啊 现在为止是有四大央行吧 美联储 欧央行 日央行 还有中国的 对吧 然后我们讲中国 人民银行了 那现在呢 那我们看这个 美联储跟欧央行 对吧 释放出这么多的流动性 所以在这个流动性方面 在央行印钱方面 在我个人看来啊 黄金的基本面是没有变的 那但是呢 就是黄金 对吧 我也有讲说 它是波动太大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捉 要去抓黄金这个机会的话 我仍然是认为 我们对于资金的一个配置比例 最少最少 70%的资金去买黄金股 30%的资金 然后去买这个黄金 甚至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再降低一点 对吧 哪怕是90%去买黄金股 对吧 10%去买黄金 那或者是又是说 对吧 我 我不愿意承受黄金 这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也没问题吧 大家100%的资金 然后去购置一点黄金股 仍然是值得的 那再落地一下 再落地一下呢 就是对吧 然后又讲到这个NCM 对吧 那这个NCM呢 实际上我之前有讲了 我是成本 我是上一波的成本呢 是在28块钱 我是买到之后呢 我进行了一个减仓的动作 那直到今天为止呢 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NCM呢是跌到了 是跌到了26块6 是收在了26块6 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实际上下一关呢 下一关NCM 从这个图表上来看 从我这边的图表来看呢 它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 是在25块钱呢 所以呢 我这边呢 是有在25块钱左右 根据我自己的一个资金情况 然后是有去挂一个买单的 那讲到这里呢 大家呢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呢 就是黄金股的仓位 没有的话 对吧 那我认为啊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 黄金股 大家可以多多少少考虑一下 考虑配置一下 那如果说大家的仓位 没有那么重的话呢 我仍然认为啊 大家可以稍微啊 就是分散一下 对吧 大股 小股和中股 大家都各配置一点 但是大家呢 一定就要知道 如果说大家买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金矿股的话呢 如果说金矿股开始走 对吧 我就假设开始走的话 那黄金股大的呢 它跌的比较比较慢 对吧 但是它涨的呢 可能也比较慢的 但是像那种小股呢 你知道它上涨飞快 但是下跌呢 它也是飞快 那所以我呢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 怎么说 贪图稳定 对吧 在股票投资方面 贪图稳定也好 或者说说 我比较保守也好 或者说 我步步为进也好 对吧 我呢会选中这个NCM 所以呢 对于NCM来说呢 它是一个25块钱 下一个关口啊 25块钱比较重要的 那刚刚啊 刚刚讲到 这个黄金的基本面之后 除去了 这个两大央行啊 继续放水不变之外 那之前呢 我还有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啊 那这个呢 是应该是我 没有记错 是我第三次 再次站出来 强调这个观点的 这个疫情是加速了 整个国际形势的 一个变化 它是就怎么说 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吧 对吧 我们讲说这个 加速了这个进程 那在病毒在的时候 大家忙于跟这个病毒 做斗争 但是当病毒啊 我就假设 这个疫苗真是出来了 对吧 或者说病毒被控制住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会触发 多米洛骨牌效应吧 接下来各家 各个国家的这个政客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相信呢 可能啊 就是我们讲民粹主义呢 可能会比较比较极端的 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说啊 这个我能来直到今天为止了 那黄金股 对吧 黄金的基米面是没有变的 那黄金股呢 刚才是以这个NCM来举例了 那关于黄金呢 我个人现在是1860开了单 对吧 然后1835我的挂单 昨天呢也是成交了 我昨天晚上半夜应该是三点多吧 我还专门爬起来 因为我一看我1835这个价格成交了 我还专门爬起来去完成了一个往账户里面打钱的动作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黄金的一个一个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往下看了 就是三个主要内容的这个以美股 对吧 以美股来开始这个内容了 那大家看到现在这个PP呢 就是现在在美国市场当中 如果有人说是要去做空 对吧 要去做空这个标普的话 那现在呢大家看到这个隔夜仓息啊 所谓的对吧 我们讲这个利息嘛 然后是非常的低的 那是为什么非常低呢 因为现在怎么说市场当中 看涨的人 或者做多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那因为你做空的人特别少嘛 所以说呢 他这个利息是降低的 那实际上关于这个呢 你像我们公司啊 你就像我就假设像GoMarkets这样的公司 或者是任何一家这种券商 也都是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我就假设如果说大家全部认为 对吧 黄金会上涨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 哎 我做多黄金的这个利息 为什么会被调整升高呢 因为实际上啊 因为实际上像这些各大银行吧 像这个 对吧 我们讲这个高盛 或者JP Morgan 对吧 或者是这些这些巴克莱银行 对吧 或者是这些银行 他们是主要的这个 报价商吧 那如果当发现的市场出现一个 清一色的一边倒的时候 他们会适时调整这个利息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是在是在这周还是上周的时候 一位朋友过来问我 讲说我们这边的隔夜仓息呢 是有比较高的 那实际上啊 因为黄金呢 现在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嘛 对吧 那大家呢 有站出来是做多黄金 所以呢 黄金的这个仓息啊 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上调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呢 仍然是不变的一个主题 那关于美股啊 整个市场是非常的亢奋的 那在这个上周 上周跟上上周的时候 从这个 Brunberg对吧 然后彭博这边的一个数据来看 涌入到全球股市当中的这个资金呢 是创下了一个记录 就是两周以来啊 上周跟上上周 这个资金呢 涌入到 是出现了这个 呃 710亿 对吧 71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 是涌入到了股市当中 那大家呢 也可以感觉到 对吧 股市对吧 所有的东西都在涨嘛 股票都在涨嘛 然后一位朋友就是 今天早上在我上班路上的时候 对吧 还有发来信息讲说 对吧 大家都在吃龙虾 我呢 却只能吃泡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位朋友 是配置了这个这个 呃 黄金股 对吧 是配置了黄金股 然后配置了电讯股 然后买了 没有买那些就是 涨特别多的股票吧 所以说呢 因为黄金最近三个月 对吧 是跑输其他板块的嘛 所以呢 这位朋友就开一个玩笑 那这个呢 问题呢 就是也提醒到了我 那包括我工作方面的 有一点舒服吧 因为实际上 你像其他的朋友啊 都是有配置各个板块 各个板块 就是能源股也好 这个旅游板块也好 或者是这个银行也好 都有配置的 那但是这位朋友呢 可能啊 就是我 我算是一个舒服了 我没有及时的一个提醒 所以呢 板块呢 就是涉及到这个 黄金板块对吧 或者个电讯板块 所以说呢 最近 最近这个 这个一个月 对吧 它的收益呢 是没有特别的好 那这一点呢 我做一下反思 我争取之后啊 尽量的完善 我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好 那我们继继续往下 那讲到美股呢 对吧 讲到美股 不可能不讲这个未来汽车嘛 那讲到这个未来汽车 对吧 那可能就是非常的感慨了 那在我之前有一期网课 那讲到未来的时候 对吧 我还有讲啊 这个未来是 未来对吧 那这个未来是一个问号的 那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已来了 对吧 标题已经改了 那实际上关于这个未来汽车呢 我看昨天呢 接着昨天说法 已经是冲到了55块钱 我呢 是一直想去上车 但是没有上车啊 一直来不及上车啊 那关于未来汽车呢 我仍然是非常看好未来汽车的 未来汽车 我认为在我个人看来吧 在我看到这些数据 对吧 或者看到这个 了解到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 我认为是冲到60块 或者冲到80块 甚至到100 确实是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那在中国的这三家 三家公司 对吧 然后理想 未来 然后还有小鹏当中 我啊 我根据我的一个偏好 对吧 我个人呢 会选择未来 包括未来去跟特斯拉比 对吧 因为特斯拉已经几百块了嘛 哪怕他已经分了股之后 还是几百块钱 而且他的这个波幅也比较大 那我这个个人的一个风格吧 对吧 我还是比较看好未来的 那 实际上对于未来啊 除去一直在布局之外呢 那关于未来下一个爆点呢 下一个爆点 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特斯拉了 那为什么特斯拉可以长得这么猛 对吧 那除去他非常酷炫的一些科技 对吧 跟他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当中 一个标杆的作用 一个骑手的作用之外呢 那特斯拉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 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一直是在降价 那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对 我就假设你能来是使用一个 三十几万人民币 对吧 一个价格高高在上的话呢 实际上对于你这个产品的一个普及 是存在一定的 一定的阻力的嘛 在价格方面是存在一个阻力的 那但是直到现在呢 我看好像价格已经降到了 25万左右吧 25万还是28万左右 那对于未来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那我相信呢 实际上未来呢 也陆陆续续会认识到这个情况 那关于未来汽车呢 实际上大家想要了解的 那我问过我在国内啊 在中国买到未来汽车的这些朋友 他们呢非常推荐的一个亮点吧 就是讲说未来汽车的这个服务 真的是非常好的 那包括这个做service的时候 对吧 做保养的时候 那每一次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APP上 完成一个预定 你停在哪里 他们呢会开走 会开走 然后给你完成一个 保养之后呢 再给你送回过来 再给你送回过来 如果你开出去 你错过了充电的地方呢 你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再打电话 给他们的客服对吧 或者用APP 然后找一个路边救援 这样子一个操作 那他们呢就会找一个最近的4S店 对吧 然后来帮助您解决问题 应该是前两年还是前三年会是免费的 那但是呢之后呢 您可能会再交一个100多块钱 这个是未来在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好多朋友啊 就是说哎呦 不了解他对吧 那因为呢 因为之前我跟朋友啊 就是讨论到的时候 我还专门去问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 未来汽车这边呢 就说是大家 在这个产品跟服务方面 大家还是 应该是放心的吧 我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调查 那关于未来汽车呢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呢 就是说 之前叫我上车的这个未来 叫我买未来汽车的一个朋友呢 他呢是在十几块钱的时候 就已经进去了 而且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仓位啊 非常大的一个仓位 那我呢是在十三块钱 对吧 然后我呢也是冲进去 那等涨到二十呢 我就已经走掉了 我自以为对吧 自以为演几手快 然后但是呢 这位朋友直到今天 这位朋友还是在的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 实际上就一讲 我之前呢 我之前实际上有讲说 对吧 我们可以一直说是忙着去 抓一些小鱼小虾 对吧 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出手的时候 去抓一只大鱼 那这个朋友呢 教会我的 教会我的一点 更让我做的一个反思 说投资 对吧 有时候啊 不仅要眼光准呢 还是一定要狠的 一定就是要坚定一点 那为什么要说坚定一点 因为这个朋友 对未来汽车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 他为什么就是这么新 这么信任未来汽车 那 关于未来汽车呢 最近呢 他就是一路一路走嘛 对吧 因为他这边呢 根据他的价格 早就已经翻了几倍了 那他这边实现了一个 非常一个 一个 可观的一个收益 非常可观的一个收益 那直到现在呢 这位朋友 仍然是非常坚定 他现在跟我讲说 他对未来汽车 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 对吧 那这一点呢 我是认可的 我是非常认可的 因为刚开始呢 对这个朋友呢 我是认为 那会不会就是说 对吧 只是说大家运气好啊 或者说 看的偶尔 对吧 这一次非常准 那实际上不是的 为什么 更加让我反思的一点是呢 这位朋友 之前也是买到A2的 他A2呢 应该是在一块钱 最多的价格 他是买了 冷冷是非常大的资金呢 他一直是拿到 今年 他的A2 对吧 然后在一个非常顶的位置 他呢 是实现了同样的一个 哇 一个十几倍 这样的一个收益 对吧 那如果我们讲说 如果说一次抓住 对吧 是运气 但是两次 冷冷是这么抓住 这么大的一个鱼 对吧 在我个人看来 我像这位朋友 学习的东西 是非常多的 我个人反思的地方呢 我也是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A2跟未来 对吧 A2 我熟悉 对于关注我的朋友 也知道 A2呢 我也是错过了 我实现了一个翻倍 我就走掉了 那想到这两个股票呢 再说再说 就感觉有哭的 这个感觉了 那讲到这个美股呢 我继续往下走 那这边呢 就是跟大家强调 这个一点 尾部风险吧 所谓的尾部风险呢 就是说是潜在风险吧 那在我个人看来 直到今天为止 我去看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 这些讯息跟资讯 对吧 那是有两点 第一个呢 是说疫情是不是还有 还有一波啊 还有一波 因为我在前天的时候呢 我是看到香港跟韩国呀 这两个地方 实际上之前呢 之前是控制疫情 是不错的 但是呢 前天的时候 疫情是出现了 抬头的迹象啊 那欧洲跟美国 就不要说了嘛 对吧 已经 已经就是 还是在一个 一个比较失控的 一个状态底下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圣诞节 假期是马上要来了 那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潜在的 一个威胁的 那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回历史 我们讲以史为鉴嘛 以史为鉴 那就是西班牙 这个大流感的 当时的西班牙大流感 是有三波的 当然了是第二波 是最严重的 那对吧 我们考虑到 如果说 我们这边对吧 再出发一个第三波的 对吧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那再有就是呢 就是在今天 我在做准备网课的时候 一个朋友呢 就是分享了一条讯息 就是讲说 我在这个中国呀 上海机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取消了一定的航班 那我呢 是一直认为啊 如果中国控制不住疫情 对吧 那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在这个疫情面前 那沦陷 我认为是一个 大概率事件的 对吧 所以讲说啊 这个疫情 是不是还有一波啊 可能会是市场方面的 一个潜在危险 那另外一点呢 另外一点就是说是 美国新旧权力的 一个交替 那因为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那准确性 到底是多大 我是不确定的 我看到这个报道呢 就是讲说 特朗普呢 已经同意是完成一个 和平的交接了 那但是呢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 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的财政部 对吧 叫姆努钦 他呢 是因为各种原因 各种原因 在我个人解读看来 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对吧 是不肯让这个新的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呢 是是通过 然后现在呢 又让美联储对吧 然后去还钱 掀扯到一些政治的因素 所以呢 美国这边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刺激方案呢 迟迟未能出炉啊 所以讲说呢 美国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交接啊 是仍然是市场面临的一个尾部风险之一 那再有就是呢 大家永远不要忘了 现在的总统是特朗普啊 对吧 有时候他在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情的话 仍然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 那上面这些呢 就是美股部分的内容了 那我继续往下 那现在大家看的就是A股了 对吧 那A股呢 实际上对于最近两周的这个A股市场啊 我们看到的是债券市场的一个违约 对吧 那实际上债券市场违约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 是影响到一些信贷 因为我们讲啊 这些银行对吧 或者这些机构 可以把资金借给这些公司 对吧 或者说这些公司呢 去完成一个融资 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的话 但是呢 如果你债券市场发生违约的话 那实际上这些公司啊 去融资也好 或者这些银行放贷也好 本该放出去的贷款 他就有点不敢放了 那这个呢 那是对A股市场啊 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违约的 对吧 就是这个华泰嘛 对吧 这个宝马在中国的一个合作方吧 它呢是出现了一个违约 那所以这个呢 债券违约是对咱们的A股啊 是呈现了一定的一定的影响 那实际上从这个图上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中国这些公司 对吧 这些公司或者这些企业出现违约 是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的 那2018年发生了是什么呢 因为2018年大家也可以感觉到 中国政府这边 我们的管理层这边去杠杆 对吧 所谓的去杠杆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这个疼痛 对吧 但是呢 我也是要完成这个产业的转型 我也是要去产能 对吧 我也要去完成这个结构的改革 那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顶层设计者的一个决心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往下呢 我们大家呢是看到A股啊 A股 因为是从6月开始嘛 6月开始我清楚的记得 我是跟Jacky 然后我们做过一期的直播 当中呢 我们两个是在A股市场上 完成了一个非常吻合的一个认识 对吧 我们是认为啊 A股呃 是今年的A股啊 是这个牛市可期的 那行情可期的 那今年的也确实如此 那当时呢 我记得是上证指数啊 大概是在一个三千两百点 三千两百点 三千两百五十点啊 对吧 那为什么讲说呢 因为当时呢 我这边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 就是讲说 A股市场当中的流动性 是非常充足的 这是任何国家的一个股票市场 出现一个牛市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之一啊 最基本的保障之一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再讲说 对吧 那实际上6月的观点是没有变的 那我们再要去想 股票市场是一个什么市场 股票的一个本质 就是实际上这些上市公司 通过发行股票 对吧 完成一个融资嘛 那这些公司啊 说到底啊 对吧 股市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我们这些散户 并不是为了哪个机构 对吧 去盈利 实际上这不是他的一个根本目的 他的一个根本目的呢 是为这些企业完成一个融资 对吧 这些企业呢 可以利用这些资金 再把蛋糕做大 对吧 然后再赚钱之后 通过返还 返这个分红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返还我们这些股东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呢 那我们之所以买股票 主要是想跟这个公司一起成长 我们搭的是顺风车 好吧 这个呢 是股市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那接下来为什么要讲说 中国的股市是一定要 有所动的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国 对吧 要中国已经认识到了 已经认识到 接下来几年 中国要过苦日子 对吧 中国要过苦日子 中国呢 要要咬紧牙关 过一段日子 那为什么 因为首先是跟美国的关系不好 再一个呢 是跟这个西方这些国家 是吧 存在一定的这个 这个冲突也好 或者摩擦也好 所以呢 中国的这些国企对吧 中国的这些企业 你包括华为也好 对吧 你包括这些 能源公司 中石化中石油 包括现在要做的这个芯片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呢 也就是说让 要动员全民 对吧 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主席讲说 要让敌人陷入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那现在中国的股市呢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 尤其是中国要做这个芯片 因为你知道中国的这个芯片呢 要做起来这个产业的话 是存在非常高的技术 技术壁垒的 任何一个国家 你单靠政府往里砸钱 是砸不出来的 那讲到这个A股呢 实际上我应该是上周吧 我应该是上周的时候 我又讲了这个上海机场啊 那上海机场跟白云机场啊 我是推荐的 那最近的推荐的 那关于上海机场啊 实际上我之前我就已经推荐了 我等了六个月 我等了六个月 终于让我等到65块钱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啊 那我呢 当时也是上车了 那他当时是跌下来之后呢 是大概好像有走到这个61 还是60 那因为我已经上车了嘛 对吧 我呢 认为65块钱这个价格也是不错的 那所以呢 我就上了这个上海机场 这样的一个车 那等到今天呢 今天跟昨天吧 我看到他走到80块钱左右 那倒是呢 就是可以走一部分 那对于持续关注我的朋友啊 应该也是知道 这个上海机场 我有推荐他 直到现在为止啊 我仍然是非常看好上海机场的 那大家呢 可以选择对吧 等上海机场 如果再一次有机会 跌到这个70块钱以下也好 或者65块钱左右 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股市的一个趋势没有变的话 上海机场 冷蓝值得大家买入 好吧 那再有就是 看到的这张呢 就是中美军力的比较 那这边呢 实际上一些数字 两个红色呢 就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的 那中国跟美国 现在我们中我们面对的一个一个国际大环境吧 对吧 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对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领导人有讲出这句话 那 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之下呢 中国在这个军工板块呀 仍然是需要有所作为的 那军工板块呢 实际上大概是 最近一个月吧 最近一个月 甚至是最近一个半月 中国的这个A股当中 这个军工板块呀 是出现了一部分的这个调整 不管是这个资金是在板块当中 出现了一个轮动 对吧 还是说这个板块因为冲的比较高了 军工板块呀 前期冲的比较高了 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对于A股当中的军工板块呀 我仍然是比较看好的 大家呢 可以选择适时的目标 对吧 如果说拉出K线图啊 这个周图也好 或者月图也好 大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呢 我仍然是值得 仍然是值得大家买入的军工板块 仍然是大家做A股的朋友们当中 一个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现在在这个军工板块当中呢 我个人呢 我个人现在在盯的一个股票 它是叫这个钢岩高纳 钢呢 是钢铁的钢 岩呢 是这个一个十字 十字边 然后一个开 开关的开 然后高呢 就是高矮的高 高矮的高 然后钢呢 就是纳米的钢 也就是说钢岩高纳 我现在是在盯着这只军工骨 那 那讲到中国这边的话 对吧 讲到中国这边 就再多说一句啊 那 中国这边对吧 那因为 我们看回90年左右 对吧 9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比较弱 尤其是苏联崩溃了之后 中国比较弱 大家都讲说 你苏联都已经崩溃了 你中国崩溃是迟早的事 这个情况呢 也就是说中国崩溃论 是在中国比较弱的时候 对吧 有这种言论 那结果又怎么样呢 结果从90年一直走到现在 对吧 尤其是2010年的时候 当中国的GDP 走到世界第二的时候 对吧 那中国强了吗 那中国确实是比以前强了 我们讲中国对吧 然后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有一种言论 就比较可怕了 当你中国比较强大的时候 中国威胁论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你中国弱 对吧 有中国崩溃论一说 中国强 有中国威胁论一说 那对吧 借用薛之谦老师的一首歌 就是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了 是吧 那你们是不是只想 中国用8亿的衬衫 去换取一架波音飞机呢 那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是不同意的吧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往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内容了 就是 澳股 澳股部分的内容 那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讲说啊 汽车产业链的 那实际上啊 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以这个特斯拉 起头吧 以特斯拉为标杆起头 不管是美股当中的特斯拉 未来汽车 对吧 包括小鹏汽车 理想汽车也好 还是中国A股当中的这个长安汽车 这个比亚迪汽车 还有这个反正坐汽车的 对吧 然后都是实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 那对于美股当中 对吧 那我刚刚也有讲啊 我是仍然是推荐这个未来汽车 我呢也是在等待再次上车的机会 那A股当中呢 大家呢也可以去盯一下 A股当中的这个车企 做汽车的 那对于对于大家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 生活在澳大利亚也好 对吧 或者是呢 关注澳股的这个投资者来说 那我们讲 我之前也讲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对吧 那我们站的非常大的一个一个优势是什么 我们是站在原材料的上端 也就是说原材料啊 是距离我们最近的 不管是参与到这个新汽车 新能源 对吧 还是任何一个 像这个科技这个板块当中啊 任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周期 我们是占据原材料的 这样子的优势了 所以呢 那在原材料当中 我们在说之前呢 在进行下一个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汽车产业链 这个微效曲线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微效曲线了 那所谓的这个微效曲线了 我给就是 我给大家呢 就是刚刚听到这个词 或者是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们 我解释一下 那所谓的这个微效曲线了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笑脸吧 对吧 也就是说两头高 中间低 对吧 那这个意思呢 就说是基本上啊 任何的一个产业吧 在这个设计开发 设计开发 它呢是占据微效 微效曲线的左侧 那在另外一侧呢 就说是像这个软件 数字对吧 然后信息化 尤其是现在嘛 你不管现在我们不管是买这些汽车也好 还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 现在这个汽车都一直在给你加入这个科技感的 我们讲这个这个产品是科技感爆棚的 所以说像在这个两头做两头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公司 这个企业 他们的利润是最最丰厚的 那中间呢 中间如果说大家只是说对吧 这家公司或者这家企业是在做一个组装 或者做一个采购 那这种呢 这种利润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厚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家要参与到任何一个产业 那这里呢 我只是以这个汽车啊 以这个汽车这个行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如果说大家认为 对吧 或者大家判断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调查 或者推理 如果认为啊 接下来一个产业会有机可循 有一个非常大的鱼可以抓 大家呢 可以先考虑两头 那所谓的两头 一个就是设计开发 对吧 那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数字化 这个信息化 也就是说这个优化这个功能 这两头的企业呢 是值得大家做第一选择的 那至于说中间 像这个组装 或者产品销售 大家呢 可以考虑就是放在做第一个第二选择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一个微笑曲线 就是帮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好 那大家呢 就是谈到这个奥股嘛 刚刚谈完汽车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呢 就是我讲说这个这样的一个 清晨大海了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朋友圈的 当时发这个朋友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天我的这个PLS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价是实现了翻倍 对吧 因为因为我我之前呢 因为好几个朋友也有跟我讲了 Alan你说对了一些公司 或者你包括你推荐的公司涨了 你要站出来喊 或者要站出来怎么样 实际上我不是很想喊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只觉得10%或者30%这样这个收益 对吧 还可能啊 可能还不值得我站出来喊一下 或者讲一下 那这个呢 我就讲一下对吧 这里呢 就是说PLS呢 是实现了一个翻倍 那所以呢 我呢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也讲一下 这里呢 还有非常淘气的 放入了梁静卢老师的一个勇气 对吧 然后来作为这个这个一个文字文案方案呢 那讲到这个PLS呢 我实际上当时啊 是推荐了三只股票 那一个呢 就是PLS 那一个呢 是GXY 另外一个呢 是OIE 那实际上 我是推荐了三只李矿 跟李矿相关的公司的这个股票 那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呢 PLS呢 是已经实现了 翻倍多了 那因为我是在这个三毛钱进场的吧 那之后呢 是有陆陆续有朋友 也也是选择了进场 对吧 然后看中了这个机会 那GXY呢 是也是实现了一个翻倍 翻倍多了 那另外呢 OIE OIE现在呢 因为它市值比较体积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 它还没有翻倍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大家要去 认为李矿仍然没有结束的话 大家在这三者当中 做一个选择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OIE市值是最大的 那现在呢 在我们GoMarket这边也是有的 这三只公司啊 这三个公司的股票都是有的 好吧 那提到这个PLS呢 前前后后 自从PLS开始起飞了之后 是一共有八位朋友来跟我交流讨论 那其中啊 其中有两位朋友的故事呢 我觉得是我放到今天的网课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位朋友呢 是他呢 是PLS 实际上他在挺长时间了 就已经开始买路了 他呢一直买 但是呢PLS呢 就一直跌嘛 就一直跌 应该是到了今年的六月七月 大概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底部 他呢当时一个犹豫的地方呢 他是想砍掉的 他的那个仓位应该也是比较 他当时都想砍了 因为是认为啊 是走了 呃就是买了很多对吧 但是一直没有起色 那比较幸运的是呢 我跟这位朋友呢 就是有呃 他呢就是这位朋友有看到我 我呢是有浪 这位朋友注意到我 那当时呢 我推荐过之后对吧 我提到过这家公司之后呢 这位朋友呢是一直选择持有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对吧 那如果说是砍掉的话呢 可能啊损失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基本上砍到一个底部嘛 那现在的话呢 那这位朋友 那我呢 这位朋友也是帮助我很多 那我呢 也是非常幸运 有运气的成分 有帮到这位朋友 那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呢 就是这位朋友呢 呃也是跟我交流比较多一点 那这位朋友的故事呢 是分享说 就是这个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PPT的标题 就星辰大海了 这位朋友是今年的疫情 刚刚开始接触到股票 刚刚刚开始接触到我们公司的 那PLS呢 是我帮他第一支实现翻倍的股票 他的路场价格没有我那么的好 但是呢 他的路场价格呢 在我上边稍微一点点了 实际上是也是实现了一个翻倍 当时呢 这位朋友也是比较激动的 那我也是希望说 对吧 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对吧 如果有机会实现翻倍 那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我在一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我希望 LYC 对吧 我推荐的LYC 呃 然后也可以继续实现一个 一个翻倍吧 因为现在它已经是来到一个3块5嘛 我认为LYC啊 是有机会破5块钱的 有机会破5块钱的 所以说呢 LYC这支股票呢 我是没有在车上的 我是没有在车上 我是一直在等待一个非常好的路场时机 LYC已经有LYC的朋友了 大家可以啊 我认为啊 我认为可以 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好 那继续往下看呢 但是已仍然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股票了 就是我们的电商 对吧 KGN嘛 那实际上在开头的时候呢 我有讲说了 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 对吧 最近的三周 股市的资金呢 是出现了一个调整 前期备受资金追捧的这个 科技股 电商股呢 是迎来了调整 前期被这个比较比较 因为疫情啊 惨遭抛售的 旅游狗是早就已经啊 已经开始动了 那能源百块 尤其是跟石油相关的 跟天来气相关的 是遭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抛售 但是现在呢 是也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反弹吧 那但是说基本面是不是彻底改变了 那直到现在为止啊 我看到的这些数据 跟我拿到的这些信息啊 我并不认为啊 是基本面发生了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变化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关于这个基本面 是不是可以说 大家如果要做一个长期啊 是不是可以值得大举杀戮这个能源里面 我个人啊 我个人还是就是稍微观望一下吧 因为我个人比较保守吧 那再就是说回这个KGN 那这个KGN这边呢 是前期是冲的比较猛的 他呢也是因为这个疫情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对吧 那因为之前谈到KGN的时候 我又讲说啊 这个18块钱 是我当时看到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来的 但是呢 KGN这边呢 是跌破了18 那在跌破了18之后呢 下一个关口 对于拥有KGN的朋友 对吧 或者是想去买录KGN的朋友呢 大家呢可以盯一下16块钱 这样子一个价格 那因为我 我之前反正也是有讲过了 只是一个观点的重塑 跟大家跟一个观点的更新 对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为疫情的到来 那KGN呢 澳大利亚本土的电商啊 是迎来了这个受到资金追捧也好 受到资金注目也好 我认为啊 接下来几年 大家的这个购物习惯 对吧 包括了这些 这些这个电商 都陆陆续续 呃 是值得投资的 因为他们呢 会迎来一个蓬勃的发展的阶段 所以说呢 这个KGN这边的话 我 我认为啊 现在是 如果在 对吧 选择观望 或者买录 或者持有 这样子的一个 三者当中 三选一的话 我认为KGN呢 是值得买录的 那问题就是说 以一个什么样子价格买录 那16块钱 这样这个价格呢 是一个还可以 还不错的 这样子一个价格 如果说大家想买录KGN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16块钱左右 可以选择一个建仓 对吧 那但是关于KGN呢 另外一点不好的地方是 今天呢 就是这位朋友 有一位朋友 对吧 刚刚我有提到这位朋友 那这位朋友呢 就又再次给我表达了 他从KGN这边买东西 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 这已经不只是一位朋友跟我提了 因为包括我本人呢 买也是非常不好的 另外我几个朋友呢 也都是讲 对吧 这一点呢 是KGN做的不够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购物体验太差 那但是呢 对吧 我们买股票要分开看的话 那您问我值不值得买 我认为是值得买的 刚刚这边有一个朋友 问这个PLS 我是不是还拿着 我现在还是拿着的 我现在还是拿着的 好吧 我认为PLS 有机会走到一块钱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认为了 一个一般性的建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选择事实的指引也好 对吧 因为知道现在 因为已经翻了一倍多了嘛 就是从我入场的时候 从我推荐的时候 那大家呢 可以 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资深情况 比如大家或者可以选择 陆陆去平仓 对吧 然后再买入或者再等待 这个呢是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您问我PLS 是不是还有 我现在还是有的 而且我的仓位也还比较多 我是买入了PLS 而且呢 我又用自己的养老金 对吧 买入了 好 那继续往下 那奥股的部分呢 就基本上讲完了 那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说比特币了 就就是比特币了 因为我从五月六月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观点 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 不止表达过一次的观点 我非常看好比特币啊 那当时比特币是在一个八千左右的价格吧 八千左右的价格 那现在已经冲到了一万八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价格 那比特币对吧 不可以用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观点 去审视比特币 那比特币呢 它是一个金融属性非常强的 也就是说是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佳的一个投机工具 最佳的一个投机工具 大家呢 如果说对吧 大家可以找到合适的工具 大家可以买一下比特币 但是呢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比特币的这个波动呢 是比较大的 比特币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 它因为之前的高点 大概是在一万九千多 接近两万嘛 我认为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它突破两万 也就是突破之前的高点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再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叮嘱了 对吧 这一点叮嘱也好 或者一点啰嗦也好 或者一点 讲蹲蹲教导 好像有点抬高自己了 我可能对吧 不要讲这个抬高自己了 那这里呢 就是再叮嘱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在我这边呢 因为从我出来之后 对吧 我就一直讲啊 大家呢 就是在风险跟机遇 两者 在掂量两者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 如果说别人呢 我不管别人 我个的一个风格啊 我一直是在叮嘱 风险跟机遇 对吧 哪怕是50% 50% 大家还是要 一定要看到两者 而不是只是说 在盯着这个机遇嘛 对吧 这样子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 或者在我个人看来 符合我的一个投资理念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速成呢 第一个 大家看的是律师 对吧 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国外 想要去当这个律师 你包括学习 包括实习 拿到学位 或者怎么真正上岗 大概需要7年的时间 那如果是医生的话 如果是医生的话 对吧 大概是需要10年的时间 大概是需要10年的时间 那但是呢 大家如果来做投资 来做这个交易 实际上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了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户开好就好了 是吧 那但是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说到底 说到底 那大家完成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 对吧 或者达到自己的一个职业预期 那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能需要很多年 那但是呢 另外一点 就是说大家在追求财富 这条路上 或者是说 我们想实现自己的小小的目标 我们想让我们的家人 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生活 对吧 我们呢 就是要做一点投资 我们要做一点交易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投资 对吧 没有速成的 那如果说大家来问 对吧 然后说是减肥 对吧 那我的一个观点 按照我的一个三观 或者按照我的一个理念 我会告诉你 管住嘴 迈开腿 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外边的机构 或者做广告的人 也会告诉你 对吧 很快的 你躺着就能瘦 对吧 你吃了这个药就能瘦 你抹了我这个膏就能瘦 我是不信这个的 好吧 这个呢 也是我的一个个人风格 所以说呢 我还是希望 可以认可我的朋友 对吧 可以有机会 跟我完成一个合作 那如果不认可我的朋友呢 想找坏的一个朋友呢 我这边呢 也会尽量做到 满足大家的要求 完成一个 我风格上的一个调整 那这边呢 还就是我个人的一个 工作微信的一个联系方式 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微信号 跟我们的小助手 这样的一个微信号 大家呢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 找到我们的团队 好吧 如果大家呢 有问题还有疑问呢 大家可以欢迎来沟通 好 那接下来的15分钟呢 大家呢 可以来提问 对吧 可以来提问 我这边呢 尽量做到一个问 做到一个问答 好 那我刚刚的同事提醒我说 关注这个小额通上的问题 我现在把小额通打开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位朋友问这个OIE呀 那我这边呢 就看一下OIE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刚刚问这个OIE的这位朋友啊 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这条线 红色的这条线呢 是我之前讲过的一个技术指标来的 他呢就是一个200日均线 对吧 200日的均线 这条均线呢 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就OIE的价格啊 是停在了3块7毛4 这样的一个价格 他呢也是停留在了 这个200日均线这样一个区间的 对吧 如果说大家想上OIE这个股票的车的话 可以看到这 如果要上这条车的话 我个人从这个图表上看 对吧 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3块7也好 或者3块6也好 大家呢可以稍作 稍作等待 对吧 那如果说大家风险编号啊 比较高一点 对吧 大家可以选择杀戮 因为现在之前的最高一个高点 大概是冲到4块1左右嘛 已经是一个他比较高的位置了 但是呢 我认为我刚刚有讲嘛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PLS 所以我以这个PLS来举例的话 我认为PLS是有机会到这个1块钱的 是有机会到这个1块钱的 所以说那如果您问我 这个OIE是不是还有机会 那我的回答是还有机会 那就看大家呢 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 一个风险偏好 对吧 然后选择适时的上车 好那现在呢 就有一位朋友问这个澳洲的大盘呢 因为关于这个澳洲的大盘呢 实际上我刚刚在这个课上的时候 在这个课上的时候啊 我呢实际上是有奖啊 那为什么说是有奖呢 我刚刚讲说 我现在在美股当中啊 是看到了一个非常高亢的一个情况啊 是非常高亢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呢 还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 我找到刚刚的一个一个PPT 那刚刚讲说市场非常的高亢 一个呢 是说做空的人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这个利息是非常的低 那另外一个呢 在上周 对吧 上周跟上上周 涌入到股市当中的资金呢 是创下了一个记录 所以说如果说您问我 对吧 是不是现在的股市会继续涨 我的观点会是一个谨慎追高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会谨慎追高这样子的观点 好的 那现在呢 就是我看一下 我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小额通微信上 还是也有挺多朋友的 那我这边呢 就看一下这个微信上 我回答一个 好 那现在在微信上啊 有一个朋友 是来问这个NST啊 那实际上NST是黄金股啊 对吧 那NST呢 我现在拉出这个NST的图来看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从我画的这条图上 画的这条线也好 NST呢 现在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条支撑线上 我现在呢 就是可以从我这个图上看到一个支撑线 那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 就是一个黄金分割来的 黄金分割来的 那我这边呢 我把它去掉 我把它去掉的话呢 那我如果来看这个均线的话 对吧 NST的这个跌幅啊 确实是比较大的 确实比较猛的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呢 NST它上涨啊 它是要比这个NCM是要大的 那下跌的话呢 它这个跌幅啊 也超过了NCM 那如果说在对于在盯紧NST的朋友们呢 如果说大家对吧 接下来什么价格 值得大家关注 或者值得大家思考 我认为那现在从图上来看的话 我现在看到一个价格大概是11块8 如果说它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因为因为我是有NCM的嘛 所以呢我就喜欢用这个NCM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啊如果刚刚有讲到NCM有机会 我就假设踩到25块钱的话 NST是有机会回到这个价格的 是有机会回到价格的 那刚刚我有讲说NCM嘛 如果走到25块钱 我个人呢会去买一点的 我的买单已经挂好了 好吧 那我现在继续继续看 刚刚这位朋友有问到啊 问到这个5GN 那这家公司呢 暂时啊我们公司这边的平台上 暂时还是没有这个股票的 那实际上关于这个公司的股票呢 我之前有做过简单的介绍 那但是呢我们这边因为没有啊 所以我这边呢就暂时不做一个过多的解释 暂时不做一个过多的解释 好吧 那我这边继续看一下 好关于黄金对吧 那关于黄金实际上啊 我实际上在课当中是不是也有讲到过啊 我之前呢1860有挂单 然后有成交 昨天晚上啊1835的时候啊 我有挂单 冷蓝是有成交了 冷蓝是有成交了 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 因为啊因为考虑到这个黄金的基本面 是没有变的吧 对吧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问黄金的走势 那我黄金这边呢我冷蓝是看好的 我冷蓝是看好的 那我冷蓝是看好黄金的 那但是呢黄金这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好的地方是黄金的波动是比较大的 对吧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去加仓 那我呢我就是再说到对吧 因为老说难 老说难呢多难吧 那我这边呢 我这边账户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账户 但是我加仓这边呢 我除非把握特别好价格 特别好 我才会去开0.3手 我一般情况下挂单也好啊 或者是加仓也好 我一般呢就是0.1手这样子的加 那最多最多0.3手去挂单 那我这个账户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吧 因为黄金现在为止啊 看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有机会毁一下1800啊 我不希望这个时候发生 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呢你知道就是怎么说 做最坏的打算吧 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我昨天半夜里对吧 我看到我1835的价格成交了之后 我还有半夜起来 做一个往账户里打款的动作 好吧那好 那刚刚这位有一位朋友是问这个 呃乌利斯好吧 那我这边呢 我拉出来乌利斯这边的这个股价 好的那现在看到这个乌利斯啊 乌利斯他的话 你看他现在啊 看到这个图 然后他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支撑位来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的话 大家不妨呢可以稍微等一下 如果说大家呢就是考虑 要做一个中长期的配置的话 因为是什么 因为现在考虑到这个闹股啊 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如果大家对于观望这个呃乌利斯这些朋友们 对吧 我认为啊有机会是等到一个更好的路场价格的 那如果说大家已经持有的话 那大家呢就是要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 那乌利斯这个股票呢 大家可以稍微拿一下 但是呢我认为啊可能啊可能是不是就是大家配置啊 比他比他好的选择吧 是会更多的 比他好的选择是会更多的 所以我认为啊乌利斯大家可以买一些 但是呢并不可能啊并不值得大家去买入非常多的这个乌利斯 做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一个一个配置好吧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这边我这边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好吧我这边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 好的那现在这边有一个朋友问这个军工股ASB啊 那我这边呢我拉出这个ASB来看一下 因为军工股我刚刚我在这个课当中对吧 我又讲到这个A股当中的军工板块是有机会的 那所以说呢那您如果问我这个ASB这个情况 那我这边呢是也是推荐的 我这边是推荐澳股当中的这个军工股的 我这边是推荐澳股当中的军工股的 那那这个ASB这边对吧ASB这边我来我来看看他现在这个图的话 他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守住了这个两块五这样左右这样一个支撑之后 他现在有继续在往上走 像这样子的股票呢我个人是认为 大家可以考虑用一个比较小的资金 对吧大家可以去买入一下 如果说他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对吧 大家可以继续买入 大家可以继续买入 因为这个军工板块呀 他说实话澳大利亚的军工板块 如果说单纯要去考虑啊你炒作也好 或者是投资也好啊 我认为是有一点不如美国当中的这个军工板块 跟A股当中的这个军工板块 然后来的多的 因为澳股当中的这个市场首先是确实是稍微小一点 那这个这个军工板块我认为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问我值不值得买 我认为也是值得买的 那但是呢我个人一个建议 不建议大家配置太多的资金在这个里边 好吧 好的那今天呢 今天呢就是这个 以上呢就是今天基本上所有的内容了 那我呢是GoMarkets的Alan 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疑问 对吧 大家可以联系我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公司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我再再重复一遍了 再重复一遍我们这边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做到这一行啊 你不管做股票啊 还是做这个外汇还是做股指 还是做黄金 实际上大家各个平台各个公司的这个成本呢 是比较透明的 基本上没有差异了 那GoMarket这边好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有一些资讯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是有一些观点上的输出 是可以帮助大家做辅助的 那您像我这边推荐的很多股票 我是我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会在第一时间会站出来去讲这些股票的 我一般情况下会在我我认为他比较好对吧 会比较比较看好一点 那我呢可能会通知一下我们这边就是资金量比较大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先去先会去跟他们分享 那等我们对吧 陆陆续续大概差不多了之后 那可能存在这个一周或者两周甚至是三周 这样子一个时间窗口之后呢 我们当讲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我们再会提到这个公司 或是来讲一下 那像这种情况呢 大家有可能是会价格没有那么好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可以做到的地方 别的公司呢 确实也有别的公司这个优势 就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优点 可以看到我们的优势 好吧 那关于我们公司的这个缺点 跟我本人在这个行为处事方面 有一些不够周全的地方 我们这边呢 希望可以继续改进 我呢是GoMarket Island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光临 好吧 祝大家晚上愉快 好 9 10 下编 10 10 hates 1 48 5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